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首度听审决定将近70万名追梦者命运的 又年入境暂缓遣返行政令 原告代表律师希望法官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树立历史榜样 民主党国会代表也表明愿意支持 让这些追梦者继续留在美国 那最终裁决预计明年6月出炉 特朗普政府建议废除又年入境暂缓遣返行政令的案件 星期二在美国最高法院开审 针对将近70万名留美追梦者的去留问题 听取控辩双方陈词 大批来自全美各地 以外籍移民为主的示威者一大清早聚集在法院外头 反对特朗普政府撤销这项计划 有人分享自己的故事 向他人宣导移民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也有人高呼我们的家就在这里 支持自由反对遣返等等口号 恳请当局保留这项措施 不要毁了追梦者的美国梦 宣导移民改革的事情 这是我们注射住的 这是我们全面的 这是我们爱可以 dis越相对国人 按照我们随话 被维宇重任的起诉方代表律师表示 撤除追梦者行政令 犹如活生生的摧毁生命 有违人权 因此希望法官能够作为众人黑夜中的明灯 做出对的选择和决定 因为这一项判决 大可能会成为往后的指标 其实全美各地法院都拒绝淘汰 再次强调立场 不应该遣返移民 有外媒报道 将近一个半小时的辩论之后 首席大法官罗伯兹似乎站在总统那边 认为特朗普政府早已经就废除追梦者计划 提供充足的理由 预料明年六月就会宣布裁决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